各位,這裡有一個標題,我想借這個標題說我的看法 這個標題很明顯是充滿了偏見 他又說如果在校園裏面的大學生是支持恐怖分子的話 現在是時候要干預了,採取一個政治干擾 我們把字拆開給大家看看 第一,這是澳洲密爾本的主要報紙 這份報紙是不能看的,你要付錢的 我們澳洲有沒有學生校園示威? 我以前也說過,我們約去昆斯蘭,約去昆斯蘭之類 有學生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示威的 這個示威有沒有暴力?沒有,全部都是和平示威 要求的東西都很簡單,就是要求學校裏面的投資 不可以投資在與以色列有關的基金和公司和公司和公司 不要投資在這些地方和平 因此他就不可以說是 因為學生沒有任何暴力事件 因為學生沒有任何暴力事件 所以他就要退而求斥 第二,就是ENDORSE TERRORISM 即是說你支持巴勒斯坦人 即是你要支持哈馬斯 他們就把哈馬斯定義成為一個恐怖主義的集團 因此這就等於支持恐怖主義 但我們要留心的是 那些學生不是說支持哈馬斯 他們只是說支持一個自由的巴勒斯坦 這有一個大分別 一個就是巴勒斯坦人 另一個就是控制住人民的政府 當然我們知道在加薩地帶 哈馬斯可以說得到民心 大部分人民在加薩地帶都是支持哈馬斯 因為事實上這就是唯一他們的政府 當然今天這個政府現在被以色列趕到 剩下差不多一個小地方 大部分的土地上 相信會有人在居住 但這些已經不會是我們平時見到 在平民走來走的東西 已經在地底下進行的東西 所以哈馬斯這次可以說損失了非常多 無論是器材、人員、地方等等 但雖然剩下百多萬人在那裡 但我相信巴勒斯坦仍然支持哈馬斯 而這些學生要求的是 你要學校的基金不要投資去以色列 這個他們不是說要支持哈馬斯 因此這些標題就是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吸引眼球 嘩!恐怖啊!恐怖主義啊! 第二就是誤導 實際上誤導成份是甚麼呢? 很多時候這些標題就是高大上的名詞 民主啊!自由啊!愛啊!諸如此類的名詞 這些概念其實非常之模糊 一個大概念我覺得是 對呀!民主應該是自由 但是當你一問到世民 你到底在說甚麼? 你到底在說民主是甚麼? 或者你到底在說自由是甚麼? 你會發覺他們所做的事 和他們說的事是完全一回事 譬如我們在說言論自由 美國或者西方國家很多地方都說 我們有言論自由 但當這些學生在美國也好 我都在澳洲裏頭出來示威 支持一個人道問題 一個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屠殺的問題 但這個沒有言論自由 當然這個作者說應該有政治干擾 同一個理由我們倒過來的例子 就是2019年在香港的時候 我們知道當時他們眾議院的議長佩洛西 就是一個美麗的風景線 但同樣的東西 搬到美國之後 絕對不是這樣說 另外如果我們比較一下 在香港發生的事 和在美國發生的事 根本相差相當遠 在香港看到黑暴出來 是破壞 是焚燒 是打警察 打那些不同意見的人 就算那些人說普通話 已經被黑暴集結了 這還是暴力行為 這是恐怖主義 而今天在美國的大學裡面的校園裡面 找個帳幕在這裡 大家坐在那裡聊天 抗議 絕對沒有破壞 偶爾會有人會被淘汰 或者打破一塊玻璃 兩塊玻璃 這些相對來說是很濕碎的事 而且打破玻璃、淘汰 也不一定在抗議學生所做 要有證據才能證明是這些學生所做 但是我們發覺好像這個標題 就吸引眼球 起碼老葉也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實現在在西方看新聞 真的要很小心